第二件事,香港樓價好像見底回升 中原就說,大家可能衷敬這兩件事 真是慘,跌了一點點就見底回升了 是嗎? 可能是這個原因 不過我覺得買銀行股 都是同一個想法,用股息去先走 好,他問兩隻金融股 第一隻是問招行3968,他問是否可以進入 你剛才都說了,你不是太看好,是嗎? 那幫他問1299 1299,你新來1299就有好倉 1299最近就曾經穿過80元 現在其實都穿著的,我覺得又是疫情關係 因為始終內地的封城等等 你對於友邦做生意都比較差一點 所以就這樣炸了下來 不過友邦其實之前出的業績就不差的 還有他又有病毒定住的價格 我自己的好倉也是做期權的 所以你說來到這些位置 我想80元或者79元都挺關鍵的 因為之前大概在3月底的時候 曾經下到78.3毫升的 那些位置其實就是短期的底位來的 昨天穿了 你今天就叫他站得穩 我覺得這個就當他是假穿 抽得上來的時候 如果能上80元的樓上 那就叫做在安全線上 觀眾有沒有買到的? 他問你可不可以進入的? 他應該是沒有貨的 可不可以進入? 我覺得你可以看好他的話 80元的樓盤你買少許 我覺得友邦是要分注買的 不能夠一注 因為你始終變數比較大 你說美國加息的受惠息差投資 那是OK的 但如果你說內地的經濟不好 那友邦的業務又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要抽位去買 我剛才也說了 我做購物也是做72.5元 是相對抽到低一點的位置 便宜點買會好一點 我覺得這些位置買一注 然後再等有沒有機會 下回75元 或者再低一點再加 先回應一點點 因為我們今天的股股推介 都是建議友邦的 叫大家等77元去收集 你覺得譬如你剛才建議的75元 或者77元這些位置 其實你是否覺得也能等到 如果想買的話 當然是希望能等到 但是不知道 所以77元都OK 因為77元是昨天低位了的位置 而且現在問題是炒股票 優質股其實還有 問題是你什麼價位買 直播率才會很高 好像友邦這些好股票 但問題是如果你80元樓上才買 你的直播率就會低 就是你短炒另計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長渣的話 可能你說77元 75元就相對會好一點 你說等不等到 看看市況是怎樣 所以我自己就會做期權 我不知道觀眾多不多做期權 做期權的意思就是說 我72.5元開了一個short food 就算到結算日 下不了72.5元 但是我都收回期權 這個就可以賺到時間值 這個就是我自己想買優質股 但又想便宜的一個心法 好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